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图圣马斗补应,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 他的母亲玛丽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 但是还没有成婚, 玛丽亚就被发现硬生生怀了孕, 他的未婚妇若瑟因为是义人, 不愿公开羞辱他, 就打算秘密与他结出婚约。 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 请看,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 达伟的后代若瑟, 不要怕娶玛丽亚做你的妻子, 因为他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成就出来。 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请看, 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 仍要称呼她的名字为阿玛努尔, 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 若瑟从睡梦中醒来, 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 把妻子迎娶过来。 若瑟虽然没有跟他发生婚姻关系, 他却生下了一个儿子, 若瑟给他起名叫耶稣。 基督的鼓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发梦的。 我们怎么样睡,睡好,睡不好, 做多少少也就有发梦了。 有时候在弥撒当中, 在道理当中是发梦发呆的, 那个是跑不了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发梦的意思是可能跟正经以前的不太一样了。 因为现在我们发梦, 有时候是发恶梦, 有时候发美梦, 什么梦都好了。 心理学上他们说, 如果我们发梦, 可能有几个理由, 有几个原因。 一就是可能我们一整天烦的东西, 或者担心的东西, 由梦里出现。 或者我们可能小的时候还是发生一些意外, 我们不想记得的东西, 还是不想记得的事情, 我们梦中出现。 但是以前梦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看正经旧约, 尤其是旧约, 新约真的是没有了的, 除了若是。 你看旧约, 很多, 不管先知也好, 谁也好, 当他们发梦的时候, 是因为天主想跟他们沟通。 如果天主没有用先知们, 跟他的人民沟通的话, 他就会直接跟某一个人, 给他们一些梦, 就告诉他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但是, 如果我们现在问, 我们梦的时候, 会不会变成现实, 就是梦与现实, 怎么样分清楚。 因为我们发梦的时候, 不一定会发生的, 可能我们梦的时候, 忘记了, 然后过了不久, 真的发生, 然后没有想起, 这个我很像有梦过, 那是真的, 还是我们自己的幻觉。 所以, 当若是梦见这个天子来跟他沟通之后, 他就是因为烦了玛利亚这件事, 因为他发现到, 哎呦, 怀孕了, 怎么办呢? 因为不是我的, 我不要负责任, 就是要, OK, 我不要了。 之前, 犹太人他们的团统就是这样子的, 他们订婚只是有一年的时间的, 那一年的时间的订婚就是, 给两方面决定说, 要不要继续, 过了那一年, 订婚的时期已经过了, 他们决定, 好, 我们可以再继续, 就是真正的婚姻。 所以, 这一年, 那一年如果有发生什么事, 他们还可以解除的。 所以, 那时候, 当他发现玛利亚是怀孕的时候, 也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他可以说, 我不要娶你。 但是如果他不娶玛利亚, 天主的计划会不会成就, 这个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 当初如果若瑟说, 我不要, 那怎么办? 玛利亚就肯定会被杀的, 因为儿子不是他的, 不知道谁的儿子。 但是天主他就是说, 我派坚持, 去告诉若瑟, 你不要害怕, 这个儿子不是由圣神来的, 你不用害怕, 因为他, 我就是, 你们等待了墨西亚那么久, 你们等待了一个救主那么久, 我就派一个给你。 但是很重要的是说, 他救人从罪恶当中出来, 他没有说救你, 你们被人击乎没有打仗, 什么没有, 这些天主说不重要, 因为他当创世纪的时候, 亚当跟阿华就是在天堂跟天主在一起, 永生的, 但是因为原罪, 他们就被赶出去, 我们人就是天主到了, 因为我们心里面是很渴望跟天主在一起的, 我们有没有发现到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教会的教理讲得很清楚, 我们人是最在深刻的自己, 是很想跟天主在一起的, 所以当耶稣要生的时候, 他就是帮我们开启天国之门,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再跟天主在一起, 不然的话, 他只是来救, 直接说我救你们, 没有打仗, 什么都没有, 但是灵魂怎么办, 这是我们世界都会过去的, 但是我们灵魂是永生的, 所以灵魂是比较重要, 所以要救每个灵魂是每个人的责任, 若是就有这个责任, 他想逃避, 不是因为什么他是怕, 他也不要伤害玛利亚, 但是天主说你不用害怕, 你娶他, 这就是天主的计划, 我们今天有没有梦到天主跟我们这样子沟通, 我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知道, 但是好像我早上今天讲的道理就是, 我们敢不敢接受, 当他真正显现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敢不敢接受他的使命,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 我们在等待耶稣的来临, 耶稣神在我们的心里, 但是我们弥撒过后, 或者圣诞期的时候, 有没有真正的把耶稣的存在, 带给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真的来这里已经清除了很开心, 领了圣体, 出去又是变成一样的人, 也是白白浪费, 不是说让到每个人不开心, 事实就是事实,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心, 庆祝圣诞的话, 我们就要想起耶稣救主来的原因, 就是要救每一个人的灵魂, 我们也有这个责任, 就是把天主的爱给每一个人, 让他们的灵魂也能得救, 这也是我记得很久以前, 可能二十多年以前, 我去了一个主热弥撒, 也是将你去第四个主热弥撒, 那个晚上就是圣诞期前夕的弥撒, 那神父, 他还是讲, 我今天不会没有跟你讲道理, 但是, 到现在到前夕弥撒, 我要你考虑好好, 你们为什么庆祝圣诞, 我也给大家想想这个问题了, 圣诞节不只是要开心, 要报家音, 把地等等, 那个没有错, 但是最重要就是, 耶稣来到我们的心中, 然后把耶稣传出去, 感谢观看,